中国华为被指挡起,许多爱国民众购买华为产品后,遭遇损失,维权无门。 山西一辆华为问GM七新车追尾爆炸,三成客惨死,相关视频都被删除。 4月26日,网传视频显示,高速公路上,一辆黑色电动车烧成一个大火球,车子后方不远处,一名男子躺在路边,一动不动。 车子前方不远处,停放一辆洒水车。 初识车主的家属在网上控诉,事发山西运程下线短高速公路,当时他的弟弟驾驶刚刚提车三个月的华为问GM七,车上载着他的丈夫和刚满两周岁的儿子。 结果车子追尾胶水车,起火爆炸,车上三人全部遇难,丈夫死在路边,弟弟和儿子死在车内,烧成焦炭。 家属控诉,事后他在网上请求网友帮助转发维权,但网友转发的视频很快被删除,贴文也被封杀。 这道墙不是监狱,不是柏林墙,也不是国境线。 它是北京大清和河北廊坊之间的省界。 省界原本是理论的,虚拟的,可以自由跨越的。 而现在它变成了物理的,实体的,难以逾越的。 它是由铁丝网,金属板和滚刺网构成,非常坚固,完美地实现了北京和河北之间的物理隔离。 原本村与村之间的村道,香与香之间的香道统统都被切断,只留下几条主要的公路,供河北人民进入北京。 并且在路口设置了进京检查站,每天进京检查站前都排着长队。 在设置这道防线的人看来,河北人都是潜在的毒贩或者是恐怖分子吧。 这道围网被称之为外围防线。 每天有人定时巡逻,警示牌上告诉我们,破坏这些设施后果十分严重。 书上挂着监控,广播里播放着警示语。 这座坟非常可怜,被夹在两道栅栏之间,这家人不知道怎么上坟。 这条临间小道原本是跨省的,现在由于这道防线的存在,它变成了一个断头路。 北京这围网早了,去哪年也不知道。 不是疫情是那样的吗? 跟疫情没关系啊? 不是,围网早了。 原来就是这儿的门,就开始走。 但是也没有多久吧,就是早。 门通了也就三四年吧,要门。 那个围网是什么时候开始拉的? 那咱们早了。 有十年吗? 那咱们不知道。 我的天啊,我去。 龙卷封窩。 卧操! 呜! 呜! 完蛋完蛋,要停电了我感觉。 那边那边那边的高压电 哎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哎真的吗龙卷风 哎我操起火了 我操起火了 我操起火了 哎我操起火了 一年白干,一万多的骑士EQ,三万多的骑士小蚂蚁,三万多的奔奔,四万出头的欧拉黑猫,全部特价 Welcome to the Guangdong 因网友的要求呢 我来到了麦子河水库 这个水库呢 现在也基本上健体 然后这些 这些位置呢 以前都是水位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干死的鱼 还有水鸟 麦子 河水库呢 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到这里来春雨 景色非常优美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 非常荒凉 哎呀 真的让人渴室 很好的淤泥 也没有 很深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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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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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